哎,姐来了,哎,来了,你看一下,这是我的防纵合同,压金一共是三千九,您是支付宝还是摆装什么级,装什么级,我总要检查完吧 不是姐,您上次不是检查过了吗,来来来,你看一下这个瓷砖上的划痕,你过来看一下,姐你也不至于拿个手电筒检查吧 你还不如拿个写给镜来,这防纵我缩过来之后不就是这样的吗,来来来,你看一下这个窗上的灰,你看看,你这样我怎么可以测压金啊 姐,我马上要发送了啊,你还不如拿个白手套破灰呢,哪有开窗户不落灰的呀,你这为了扣点钱,良心都没有了吗,你看一下我这门都掉啥了,就你那个压金还不扣我扣的呢,还让我给你退压金 我要发送了,压金,你把这几个月的我的房租水电发表全部开给我吧 什么发表,做房子哪来的发表,你这个房租水你的个人收入吧 你要不开发表的话,就说明你没有交到个人所的税,你要不给我的话,我就打12366举帮你偷生露税,到时候罚的,比我的压金还多,你要不要试试啊,你真有意思啊,拿这个吓唬我是吧 还有大姐,你的房子也没有配到的相关消防设施,我也会给1235相关管理部门打个电话 我跟你讲,你自己考虑清楚了,哎,我不用考虑,我这露了相吗,电话打完了,我会有人为法院在线服务,选择我要立案审判,然后选择不同意第3个条件,选择民事一审,然后上时间就调好房租合同,就可以立案了 OK,因为这点钱你还立案,你吓唬谁呢 哎呀,没文化真可怕,立案都不是关键,立完案之后,你的房子就不能出租了 没事,老子姐,反正我耗得起,那我就先走了,你慢慢检查吧 来吧,先回来,先回来,怎么转,我手机直接给你转